各位企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嘉宏这样解说 那么今天这班棋我是拿黑的 那一开始下一个新小木大飞手脚的开局 那白棋走的是新小木 那接下来白棋在右上选择了点脚 那么这边呢 呃我选择挡这边好了 那他爬我再长一个 然后他再飞出 这个已经是现在非常常见了 那当然他爬也是很很有可能 哦他实在还是飞了 那么我再来的话 走下挂一个应该是蛮大的 那挂的话 这边长线定时大概就那些嘛 尖啊飞或者是踢完跳一个 哦那当然这边夹攻也是很正常 哎他实在是选择了三件低甲 那这个棋的话我大概就飞压吧 飞压完长一下然后就拖先 他跳我再拖先 哎他实在是继续爬 那我就还是当然也只有长了 哦他爬多爬了一下再跳哦那这样子的话 呃应该说他的对于角控哪里是更好 不不怕有什么三三拖一个之类的 那对于黑棋来讲应该也没差吧 我这边就等于说走的更更厚厚一点 那我现在的话可能走到右下 呃右下这边点或者挂 那这种拖大概都还行 好像拖是AI更倾向的下法 然后这边可能搬里面或搬外面了 搬外面我就藏进去 他接我再飞出哦他实在是挡里面 挡里面的话我当然是藏出来了 那这边好像利是多件一点 哦还是用利的 那利完的话我这边应该是 这个拐跟他退交换一般来说太俗了 暂时不会下 所以我这边可能简单拆出来 好像拆拆三还是拆一啊 有点勇望了 这个套路我也是没什么 好像也蛮久没下过 我就跳个一感觉也还行吧 那将来他如果这边不拆的话 我可以点过来 高的点法或者低的 他实在在这边拆一个大飞啊 那等于说他不想小飞嘛 因为小飞我可能顺势拐一下他退 那形状有点不是很好 那这样我现在拐如果他再退的话 他这边小飞七星理想 那我下面这边我看要怎么动啊 如果再拆一个一是不是会有点太闹 我这边 可是 也有点不知道怎么下 可能还是想要再稍微加强一下 是不是飞了感觉是 这边飞一下好了 他这个我等一下可以夹一下 夹完长一下然后他再接 这样还是把他这边利用掉 等一下有个夹感觉蛮舒服 那他如果要并应该也有点重复 他实在是这里跳起 那也很正常了 再不走被我跳进去有点大 那我这一块起 我不知道要不要走 飞一下 这飞一下大吗 搞不太清楚 飞 他有可能会病是不是 不过他下一步这边可以点过来 点过来我 这要贴的话也有点重复的 就是 骑行上不是很舒服 他这附近点都不是很舒服 我干脆这里跳一一下 我干脆这边拆一个好了 反正这边点过来有点讨厌 那如果现在他还要点的话 我可能就靠了 靠去做反击之类的 哇他也在拆一 大家都在拆一啊 好啦也可以啦没什么不好 那我这边是不是就现在夹掉 夹他会不会反冲啊 我挡他再冲 夹他反冲我就接 呃 还是我飞点好了 飞点完顶他会接 嗯 他现在病一个感觉就有点大了 他现在病一个感觉 我这边就稍微薄薄的 不然我就夹一个问他是 是冲还是就挡回去 有可能接啦 不知道他是怎么下 冲的话我如果接住 他可以冲完再冲 我好像也不是很好 那我可能还挡住让他冲一下 然后我在外面补断 哦他就接 他就接 那我这边好像也没什么好下 难道我要继续靠吗 靠完再搬 好像也有点无聊 不知道怎么下了 那我就走右上吧 这个 这个他这边尖起当然很大啦 然后我搬完 靠一个应该也是后续 可以可以采取的下方 好那我就搬完靠一下 右下我这块还是稍微薄 不过大家都稍微薄一点 他这块也不是说就很厚 所以这个就是 还有很多东西没定型 那他这边可能冲我断 他吃 我就打完再接住 这样算是蛮常见的定型 那现在稍微参考一下 他是 他是有想断吗 断的话我接 然后他再拆这边了 我觉得好像眼边没有比较好 我是觉得他先直接吃脚 我打完接住 然后他在上面打过来 哎呦他果然还是右边断了 他还是右边断了 那我这起初的接住 有没有可能说 虎一个之类的东西 虎他就退了 呃单接 应该还是单接 单接完他拆 我这边有可能 什么二路立下 哇这这个定时他单断这个 好像还是要单接吧 不接也不知道下什么 他一定是上面拆啊 哎呦 他为什么坚持要走右边啊 这个长出有大吗 我是觉得还好 这样他让我上面拆一个 哇我突然也有点不像啊 上面拆一个 我是觉得黑棋好像还不错 发展方向转到上面 我可能拆这边好了 如果拆在边心这条线 好像有点太宽 才才近一点 就三间的间距 哦他再靠进来 进行爆破是不是 我这边可能就 反搬吧 反搬他搬进脚里 我在断完接住 走这个定时应该是还可以啊 断完接住 啊我已经马上进入独秒 对方还有两分半 那他可能断完打一个 我就跑完再吃 现在选择这个定时的话 黑棋是不是 角控拿得很舒服啊 然后跟整个上面发展 好像也还是还不错 呃这个我还要搬吗 这个我还搬吗 我我我这棋有可能单提一个 8 7 6 5 4 3 2 1 0 2 1 1 2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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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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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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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這邊再搭一下 順便看能不能 讓他這邊有點擔憂 靠兩下 反正他左邊這個間距也還好 並不算說 效率特別高那種 這藏我一下 這藏得到嗎 如果這還補斷是不是有點鬧了 主要我裡面死活不是問題嗎 所以這個被截斷其實還好 我拐過去下一步有個打感覺很大 所以他還退了一下 這樣我感覺我可以 反照他 大家一起照 這邊靠兩下利用 不知道頭緒有點多不知道下什麼 哇那還是再補回去 這個尖好像其實已經不太好 我胡一下 也還好 我剛剛可能反虎過去 也還好 我這接還是雙 雙好了 那剛拐這個讓出頭更順暢之後 再補回來應該是還可以 因為我再貼 其實剛再貼可能也可以了 再貼就更積極一點 那我這樣比較穩健就把它練起來 那現在這個跳就很明顯不大了嗎 因為他這個口已經收起來了 他左邊這個規模已經不大了 所以 就還好 那這邊大概就雙方 就慢慢下吧 這棋可能也漫長了 下面他這邊 不想補 下面這邊我覺得有點欠 7 6 5 4 3 2 1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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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2 2 1 1 1 2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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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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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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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3 2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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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那馬上就過來了 這點完下一步再衝過去這樣就特別大了 可能要先頂住 我這棋好像頂不太住欸 右邊好像被他圍得有點太大 我剛剛這邊靠 這邊靠有點不知道下哪 跑去那邊靠 好像不見得好 呃他這邊再頂過來 這邊再衝 好像連接上是有問題 我頂一個 可是這樣被他衝過去他右邊好像也頗大 那我這邊 是有一個可以吃一子 但是就不大了 9 8 7 他中間補斷那我 那我可能就把這個接回來吧 接回來下一步馬上要擋下去 他這邊肯定要補 那我在這邊削一下 可能只能貼完 貼完斑什麼的 就只能稍微破一點了 嗯 這棋我感覺我可能空不見得夠 中間本來應該有機會能檢討他的一些保衛 對 好像也沒有也沒有走好 The last over time 9 這邊應該也只能貼吧 飛的話 他可能會直接衝到我 貼完斑都不見得斑得到 9 8 7 6 5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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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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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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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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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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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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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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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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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5 6 5 5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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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6 再把他退一個 嗯 他如果走的話我當然是夾吧 把這邊眼位夾掉 欸他最後這個打進來 不知道會不會有點沒必要 啊跑一個 啊拐強調是跑完 啊這邊有個跑是不是 我就擊打 只有提吧 跑我擊打一下再吃 究竟是有沒有機會 來把他殺掉 殺掉肯定贏了啦 他是外面有虧啊 跑的話當然斷嘛 欸感覺是蠻有機會的 哦再穿出 再穿出的話 再穿出 照住 9 8 7 6 5 4 3 2 照住好像也可以 剛衝是不是也可以 不知道 啊有點看不清 反正現在就照感覺 照著感覺走 超過的 超過的 9 8 7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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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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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真的要充斷了吗 先挡住吧 哦这一图挺不好的 我刚刚应该要充过去 还想要吃多一点 真的是太贪心了 刚刚我居然还想要吃多一点 太过于贪心 先断了 哎不过他从这边搬出 那我断完在这一虎是不是 好像连接的很好啊 他这样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The last over time 9 8 7 我怎么觉得他有点问题 他刚刚如果直接冲断的话 我好像有点怪怪的 现在的话我这个连接的都很好 那我这边死活肯定不是问题 随便滚包就好 哦夹这个 夹这个 夹这个 The last over time 9 8 7 6 5 4 3 2 2 好好像幻数吧是不是 我单接好像可以吧 我刚刚 突然被吓到 擋不行 接这个也被冲过去也不行 最後要施放幻数 8 7 6 5 5 4 4 3 2 5 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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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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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而且當然也是帶著魔術 所以說這個蠻重要 那我這個飛我是想說下部有夾啦 但是好像AI認為這個夾並不是太重要 那甚至於說現在的話 他還是建議白旗應該要反挑一過來 那這個旗當然也是雙方根據要點啦 那這一拆過來黑旗這邊也是會稍微變薄 所以我這時候其實好像還是應該拆 那這邊在這時候白旗走到這個拆 應該是說下面整體的戰鬥來講 白旗算是稍微好一點 那這邊的話AI是說我這個應該還是要繼續走 因為這邊報告說白旗這個大飛過來 或者說黑旗再反飛過去 這個地方還是雙方後保蠻重要蠻關鍵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這邊可能還是要繼續想 就是這樣把他壓過去 或者是好像也有看到點 稍微點一下問他應手 然後之類的一些變化 可能在飛還是怎麼樣 反正這邊還是要繼續下 其實這邊可以看到如果白旗將來一大飛過來 整體黑旗就蠻拘束的 所以確實是蠻關鍵的 那麼在右下這邊他也建議白旗應該去 跑去衝一下 至少應該衝一下去跟黑旗做交換 所以這個算是這邊旗形上的一個事情 那在右上的變化當中呢 AI是建議白旗第一手斷是沒有問題 不過再來的話應該白旗要拆出來 白旗在右邊下去時感覺意義比較不是很大 因為右邊感覺上發展價值沒有比上面來的大 所以實戰黑旗能拆到上面應該說是稍微滿意一點 不過這個可能是應該拆低的 會不會說走得更實在一點 因為這旗我們可以看到 已經不太可能再去走什麼大模樣的東西嘛 所以拆低一點可能拿捏更實在的木束 對於這種打散的旗局可能會更好 好那在左上這個白旗直接K在這個位置 應該說這個後續定時這麼去選擇的話 白旗實在應該不太理想 這邊白旗可能應該打入 就直接把這邊黑旗給洗劫掉 那黑旗可能就踢一下 那再看後續怎麼攻吧 非攻還是非攻也攻不太到 可能這邊拆過來 不過這大概也都不好攻啦 所以白旗這邊打入應該說會讓黑旗比較討厭一點 實在白旗往左上這個靠的話 他這個定時這麼選擇應該是不太好 那我實在我跑去單吃其實也沒什麼必要 我這其實就照我本來去搬就好 我那時候是想說他這邊可能 譬如說他就單連搬好了 那我那我這旗 呃如果說接的話那他這種 或者說這旗我也不知道下怎麼 接一下然後他打吃我還是得縮回去 因為你如果提的話 如果跑的話那白旗這個走 那黑旗這邊還得多補一手 所以可能就變成提一下 那就等於說兩邊都補到 那我那時候想說這個被他打我還得提回去 感覺上是稍微有點委屈 所以我就想說單吃是不是好一點 但是其實確實沒必要啦 還是就像本來的定時這麼去走就好了 他搬下來後我也可以考慮單體吧 搞不太清楚 單體他拐那我還 他可能還是會拐嗎 那我再打算接住 這樣就跟定時還原了 啊我那時候是稍微不太啃了 這種東西 就覺得將來還留一個這個打給他 那我上面怎麼發展 那其實沒有必要去顧慮這些 還是應該去搬啦 至少剛那個定時好像比較有機會搶得先手 實際上這樣我直接單吃回去 被他這個左下這個貼起來 哇這手貼應該說是蠻蠻大的一手 因為這個地方如果我本來是黑旗貼過去讓他退的話 那他左邊完全沒得發展了 實際上等於他這根貼過來然後跟我這邊印 那左邊突然就起一塊了 那他當然賺多了 而且左邊我要印的話至少也應該搬吧 搬完 呃連搬應該是 呃不見得好 那我可能還是至少應該搬出來 實際上我用跳了被他再貼出 被他跳出這樣子就比剛剛要差不少 哦那跟這個黑旗貼過去的圖相比那還是差更多 然後 哦左邊這邊我 我要去壓縮他也是應該從上面打過來 那時候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突然就覺得讀秒特別緊 然後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在這邊直接打過去就好了 打完一貼 像他左邊也扁掉了 我實際上不知道為什麼要跑去搬這個東西 哦確實發揮的 蠻有問題的一盤棋吧 搬的話然後 我變要連搬那其實 好像也沒什麼奇效 然後跑去拐打 當然可能這種東西都燒虧燒虧啊 但是各種地方一虧啊 累積起來就變成他這邊成這麼一大塊了 哦所以這個還是差蠻多的 那再來下面這邊的一個變化 哦下面這裡的話 他是蠻強調白棋這時候應該飛攻過來 這一這一手棋還是很很關鍵 從布局一開始那時候就講說 哎這邊黑棋應該飛過來 或者白棋也可以搶這個飛 那甚至於到現在啊這個地方就更重要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實戰他拖先之後被我攻過來 他這塊棋是薄薄的 然後黑棋藉著攻擊的過程那又把自己走後了 哦所以剛剛他這邊白棋飛過來的話 應該說白棋就可以站得先機吧 那再來實戰我那時候稍微有點後悔這手靠 但是剛剛看AI是說這手靠是沒有問題的 哦不過靠完我可能應該退啊 哦退的話在這邊留他一個段 那他這邊如果要補的話我至少這邊就可以先先先消過來之類的 哦實戰我用連搬的這樣子等於落一個後手啊讓他這邊走的非常厚 哦哇那這樣反而反而虧了哦 所以我這邊靠完應該是用退的 那這邊被他這邊虛過來走到這裡應該說已經是 白棋接近盛世的這樣一個局面了 主要是剛剛這個連搬啊應該說最後 最後有問題的起啊 不能說最後啊就是 到目前為止啊 主要幾個有問題的就是在於這個 這個吃嘛然後還有下面這邊沒有貼過去 然後剛剛這個連搬吧 然後還有剛剛這個二路搬啊沒有打過去啊 這邊讓他左邊起一塊真的是差太多 那最後這邊的變化啊在 在這邊 在在這邊啊 他這個拐過來之後我這裡他其實是沒有 他這邊其實是沒有連接完成的 我這邊應該搬一下 他如果擋之後我可以擠進去 哇這個地方我確實沒看到 這邊有像一個擠進去的好手 哦這個是蠻關鍵的 我這邊如果立刻來出動的話 他應該是不好走 實戰我跑去先穩定自己 但是這邊剛剛有看AI的話 他是說白棋這時候如果去自己加強好的話 那黑棋應該是不太夠 譬如說白棋可能先頂一下 就把自己這邊給穩定掉 然後衝一下 強調黑棋這邊連接問題 那如果黑棋用這個擠把它賣掉的話 那白棋就直接連起來 走成這樣的話應該說白棋的勝率就蠻高的 那我們可以稍微用木樹來稍微看一下 這個 這個接暫時不見得接的到 那假設說黑棋就圍在這好了 然後白棋跳那這個接 假設定型成這樣好了 那木樹稍微看一下也是白棋可能要好一點 還是白棋要稍微要好一點 當然他有一些地方沒點準 包括說這邊 黑棋可能還有搬進去的棋 但是 就整體來講 黑棋應該還是稍微不夠 那實戰他跑去打入這個應該說 太有問題了 他應該就把這邊補強好 那可能就要稍微贏一點了 他跑去打入那後面這個就下了不解明 那我 剛好被我給殺掉了 但其實他還是隨時有轉身機會 像這時候我二路飛進來的時候 他應該就靠斷就好 這邊一靠斷 那黑棋其實 就不太好殺了 你如果說退的話 他就直接打出來 這樣可能就只能讓他是空間體 這樣的話他應該還是稍轉嘛 這明顯還是稍轉 我雖然收下底下 但是 本來就是我的空 所以他這樣子還是OK 那當然黑棋有可能說 這種打完貼什麼 但是他其實就打出去 就沒什麼問題 所以這邊 白棋如果跑來這邊靠的話 黑棋基本上不可能去全殺掉 實戰後來還是有靠 但是拐回去了 哇 那是這其實 被我這一退啊 突然就 風雲變色 那這是他最後的敗招 好 那今天這番棋 就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